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近些年来世界各地都掀起了一股出国游的热潮 有很多人都选择跨出国门去国外旅游 而我国的民众对此更是热情高涨 几乎世界各地都能看到中国游客的身影 而今天小妙跟大家介绍的旅游国家它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地带物博,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莫斯科的红厂,克里姆林宫早已就举世闻名 圣彼得堡也是座优雅浪漫的城市 此外还可以看到世界上最深最纯净的贝加尔湖 或者乘火车穿越广阔茂盛的西伯利亚森林 去看看黑湖的美丽风光 那么俄罗斯的物价又是如何呢 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一人民币大约等于9.5俄罗斯卢布 那么在俄罗斯500块人民币能够享受到什么服务呢 说出来你可能还不信 首先我们来看看俄罗斯的饮食消费 俄罗斯的啤酒大概是46卢布一瓶 优费人民币5块钱 而一只烤鸡一般都是100卢布左右 约克人民币10块钱 而最著名的热狗小吃一般在20到50卢布 大约人民币2到5块 其次就是交通消费 在俄罗斯打车和坐地铁的话 线路都不太方便 所以最好是乘坐大巴 价格跟国内的也差不多 最后要说的就是住宿 俄罗斯的酒店一般都是5000卢布左右一碗 大约是人民币500多块钱 相对国内来说有点小贵 不过俄罗斯的物价总体来说并不算太贵 500块人民币还是可以享受到很多优质服务的 对此您怎么看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